我们也要知道 度众生是最难的 你当一个老太佛 还是有那么多压力 你当一个政治的大官 已经那么多压力 何况你去弘法 度众生真正要带他们 两拖三戒 重重的魔将 重重的压力 那边 外面 前面 上面 后面 左面 右面 什么地方都有 每天是这样子 你能受得了的话 才是真的算名师 我们不要看 一位师父 名师成功 人家赞他那个外表 我们被盲目 或是被幻想 他是最辛苦的 一位终生 比那个地狱的人 还要辛苦 不过他可以忍受 都是那些考验 那些诽谤 那些恭喜 也是很好 并不是说不好 让大家才明白 他是不是真正的名师 如果不是的话 就会崩坏 会受不了 不能每天 继续这样工作 然后还是很自在的 可适就会 它是很自在的 都很自在 否判 都很自在